全部都没水影不影响 我几十岁人用两元一枝 挣脏水回去喝 我要上到六楼 有个纸摺在那里 你装衣服也要搞好 现在不知道他们什么事 要扯猫尾 洗澡 我们不做事不洗澡 洗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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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那些怎么解决 出外吃 真麻烦 你喝水 现在最主要是用来喝水 你吃那些没有人 出外吃 是 吐瓜環这班街坊那么怒气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原来是没有水呀 可惹 事与码头围堵一间地铺新装修 怀疑因为水喉老化搞到爆水管 水务署关了水制后 洪光街 永耀街和码头围堵附近 一共六栋堂楼和地铺 超过三百户无食水供应 我们星期五就去到涉事的地铺了解过 有几个装修工人在做事 他们就说是喉管老化 那街坊又接不接受这个解释呢 这些水喉老化 那些装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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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务署在码头围堵和永耀街一带 就贴出这张紧急停止食水供应通知书 说码头围堵183号 即是这间装衣中的地铺有私人喉管爆裂 要暂停附近一带的食水供应 并且要求他们尽快聘请持牌的水喉像修理 家里没有水 不少街坊都大被胶水桶和大瓶小瓶下街拿水 不过我们就发现有水缸已经干塘 只是向水务署查詢